很多时候我们在听说怎么样学好英语的时候 建议都是要多听多看多学多多多多 总之是强调的是一个量 但我建议在没有到达高级之前 我觉得质比量更重要 找一个你喜欢的内容 也许可能是体育方面的东西 也许可能是音乐等等 要看你自己的爱好 最重要你要喜欢你能够投入进去 之后按照我说的做 然后OK 看完电影以后我还会怎么样呢 我会去读影评 就是把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 比如说Sleepless in Seattle 加上一个movie review 就是电影影评打在搜索引擎里 这样它出现很多那些专家写的喜不喜欢这部电影 我会特别着重他们怎么样形容这部电影 比如说怎么样介绍这部电影的基本剧情 以及我会特别 因为我自己看完了 我会有一定感觉我喜不喜欢啊等等 我就会特别有带着好奇心去看 这他们是不是喜欢这部电影 喜欢什么等等 然后之后呢 我会把一些他们写的很美的句子 把它背下来 这就有点像我现在这个视频号里做的 就是每天给大家一个英语金句 这些都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 然后我就能背的滚瓜烂熟的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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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